照顾者在协助长者居家安劳和撑制人士 在社区生活方面担当重要的角色 政府提供各类资助服务支援照顾者 包括经济援助、照顾技巧训练、 辅导和情绪支援、个人护理、 康复训练和暂托服务等 以加强照顾者的照顾能力和减轻他们的压力 为加强对照顾者支援 劳工及福利局在2020年7月委托香港理工大学顾问团队进行研究 探讨如何整合政府资源 以及更有效地协助照顾者 最终报告在2022年6月完成 劳工及福利局原则上同意顾问研究提出的建议 行政长官在2022年施政报告宣布 政府会由2023年起逐步推出多项支援照顾者措施 包括开展为期三年的全港宣传活动 社署在2023年9月25日举办齐餐照顾者行动起动礼 齐餐照顾者行动双手举起标志表达餐的动作 亦有支持和鼓励照顾者的意思 爱心里面的诗字就代表关怀照顾者 Keras 齐餐照顾者行动横跨三年 每年都有一个主题 2023至2024年度 设自己只撑得起 透过不同活动 让照顾者更重视服务自信 并主动求助和善用现有资源 让他们可以在繁重的照顾工作 透透气和减轻照顾压力 2024至2025年度 撑得起因由你 透过不同活动 促进家庭为本的支援及蓬佩照顾者互助 鼓励更多支援者分担照顾工作 给照顾者在人生及照顾历程各阶段得到支援 社会福利处会推出一系列宣传活动 包括制作电视宣传短片 电台宣传声带 制作和播放照顾者故事短片 宣传海报 纪念品 在公共交通工具 刊登广告等 社处各分区福利办事处 也会因应各区特色 与提供安劳及康福服务的地区团体 合办公众教育活动 共同推动照顾者支援 让我们一起建立一个照顾者友善社区 为照顾者打打气 让他们休息